有话有提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他说老华一 这个植物也分公母吗 也就是也分雌雄吗 植物它也是分为雌雄的 但是大部分常见的那些植物 它是雌雄铜体 也就比方说像黄瓜 它一个藤上 但是可能就是有公的 有母的 也就是黄瓜的话 就会有雌花有雄花 而且植物本身的一个雌雄 它是非常不稳定的 它很容易受外界的一个因素来影响 你比方说像一般种黄瓜的 就是一般到开花的季节 都会用一些个烟熏 也就是弄在棚里面 开始用烟熏 用烟熏这个道理就是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会抑制雄花的生长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藤子上面 开的都是一些雌花 然后雌花就是更多的会去接黄瓜了 然后还有一部分会用一些矮装树 或者等等一些个药物来抑制这些事 而有一些植物 它就是雌雄易住的了 就是它不在一个树上面 你就一些个羊梅树 还有像北美东青 它分公分母 你说如果光有母树 没有公树 它可能也是没办法受粉 有的话说 老花姨 那你说的羊梅 我记得我们老家以前 就是有一棵羊梅树是吧 它为什么它是一个母的老结果呢 那是你可能没有见到公的 因为野外呢 它是很复杂 有昆虫来回来传播 这个它可以随风飘摇 部分的植物啊 部分的授粉 这个方式也不一样 有的通过空气就能授粉 有的是通过困难传播 所以说呢 很多的花友在养花的时候 你就要悠着点 要去看一下自己的花 是不是有公母之分 还有呢 就是像红豆山 好像也是分公母的啊 大家也要稍微研究一下 这花说我养了多少年 多少年没结果 那可能啊 你该给它找个对象了 好了 现在花我们简单的一盖它就行了 养花的话来说呢 就咱们大家经常买到的一些花呢 基本上都是现在都是雌雄童体 然后开花量比较勤的 才会有市场 才会好卖 一般一些冷门的 就不排除有这种雌雄童体了 嗯 就不说就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我老花姨 养花最早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